据海外网5月21日报道 世卫大会召开在即 蔡英文当局多次尝试 严苦情聚并勾结外部势力 以疫情为借口想要参加此次会议 但是他们的阴谋注定不会得逞 在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捍卫联合大会及世卫大会 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中方不能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赵立坚的这番话力度前所未有 明确表达了中方对于此事坚定的态度 一个词不同意 无疑击碎了蔡英文等台独分子 妄图参加世卫大会以疫谋独的美梦 赵立坚还指出 中方这一决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理解 截至昨天 150多个国家通过外交渠道 表示支持中方决定 仅80个成员国代表专门致函世卫组织 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 150多个国家的表态 充分代表了国际社会的主流态度 而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 每次都以主流自称 以教师爷的心态对别国内政指手画脚 这次算是栽的跟头 就像赵立坚所说的 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美国等少数国家玩弄各种伎俩 为民进党当局撑腰打气 鼓噪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 他们的图谋绝不会得逞